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昨天台股一度的沙坡点拉了400点上去 营造了一个短线的转折 很可惜一来台股本身在昨天起那个量 我一直强调说那是不太够的 因为前面一度缩到剩不到3000 昨天沙坡点拉上来下沙取量 来到了大概4000 往好处想它没有再减少 但破底往上拉量也只有4000 所以这个量是不够 所以我就说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 我认为台股这一次它下来 那稍后的半年线 未来恐怕恐怕 也是要反复震荡打底 因为这边你说成交量 今天又多了一点4300 但跟前面的5-6000亿差太多 你不可能说用4000亿去回到 5-6000亿的头部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量 都还是在3-4000 它没有条件回到1万7-1万8 它就要再低档 量缩盘整打底 那这个时间在我今天盘中解盘 我的看法是未来可能两个月都是如此 所以现在8月中下旬 9月中下旬 maybe整理到10月中下旬 就是一个整理打底阶段 所以昨天一度的是由低点拉了400点上去 这件很可惜的 盘中跌450点 而且尾盘就收在最低点 16375 就又把昨天的转线转折又跌破 那往好处想 这两天 确实有开始杀出量了 所以 可能就进入一个加速感底的阶段 因为我听 最近 券商的朋友说 最近 融资最小的状况 还蛮多的 所以 筹码目前正 加速在往下清 那大不同 就是说之前是台股独跌 那现在是美股 昨天也 沙尾盘 韩国也跌 日本也跌 恒生也跌 所以台股跌在前面 那反倒是领先指标 那 雅股 美股部分最近也都跟着跌下来 所以未来 我认为是有机会先指跌 因为 股市永远的不变的道理 只要你跌的够深 跌的够快 尤其是跌深 它就会是最大的利多 因为一个股票 它本来就有一个 它基本有的价值 它的基本面原本 它应该值100块 行业好的时候可能涨到130 那 行业不好的时候 超涨变超跌 可能就跌到70块钱 但当它跌的够便宜的时候 资金冷静下来 回头再去寻找说 哪一些股票是 很有价值的超跌的 未来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有可能有个三成四成五成的空间的 那个市场资金自然就会进去买 所以只要超跌之后 它就是最大的利多 后面资金进来之后 自然就会把股价推升到 它原本应该合理的价位 所以每一次因为大盘的因素 导致很多 营收创高 毛利率创高 报价往上走 EPS往上走的那种数字 非常好的股票 它也跟着杀下来 常常那个转折出现之后 你就看到蹦蹦蹦蹦蹦蹦 它就上去 所以我相信这次也不例外 但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 这次比较麻烦的还是说 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的量是4312亿 毕竟跟当初的7月份 6月份动辄五六千亿的成交量 其实有蛮大的差距 所以势必会拉长整理的时间 那未来急速下杀 这叫急速下杀的阶段 杀完一定会先有一段反弹 但因为量不够 弹不上去 它就开始来回正 所以未来两个月 摸到底 反弹上去 开始进入横盘 这段时间就是我说的 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调整期 你要把你的持股调到最好的状态 后面盘盘盘盘盘 强势股它就会开始各自就往上 盘到maybe比如说10月中下旬 11月份接续的是年底的做梦行情 那时候可能台股大行情又要来 就会涨到明年第一季去 那一波大的行情之前 强势股它会先走 所以会有一波一波的强势股冒出头 那你换对 后面就一波一波赚回来 那你如果不换 抱的是下半年可能maybe 要衰退的股票 那就准备继续破例 所以那一来一回会差非常多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 就是说把危机变成转机 以跌换跌 以弱换强 就是把好的股票也跌两三成 坏的股票也跌两三成 这个时候你把它换股 一个月过后 结局就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打下来翻黑小跌两块半 收395块半 那也没办法 因为今天早上原本只跌不到50点 收盘之后跌了450点 一叉叉的400点 所以它是逆势往上 最后抵抗大盘慢压 中场只收了一个小跌两块半 说真的这已经是强中之强 昨天低点344块半 收盘收398 光是高低点差了50几块钱 坎在低档的欲哭无泪 然后今天逆势收红K 好像最高来到412 其实这个低档买盘非常强 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这边如果不是遇到大盘连跌9天 被带下来 他的台电那边的进度 大概应该是这礼拜后完成吧 我大概了解 包含正月界跟产业界 蛮多人都在等待这个时间点 准备要进场买股票 所以假如今天大盘风平浪尽 你说两个礼拜前最高来到484块半 如果大盘风平浪尽 晃啊晃啊晃啊 我认为现在早就已经摸到五字头 接着后面等到tap out的重大力多 可能就一飞冲天去 结果反倒是从484打到344块 这差了140块钱 这对于想要等tap out的这个进度 确认进场的人 钱上掉下来的礼物 所以为什么这边可以连续两天逆市收红 昨天还是一根超级大红棒 这是代表实质买盘进场 大减便宜 大盘今天又跌450点 他没有破昨天低点 而且还逆市 差一点逆市就涨 而且逆市的收红K 超想买盘 一来这礼拜 我们估计台电应该就完成设计定案 其实你只要了解 iG设计的这个行业 它的本质 它的这个行业属性 你会知道说一颗重量级的IC 它的设计定案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度 代表经过一年的修修改改设计 大致已经完成 也代表台电 就已经等于是 这边也没有问题 就告诉你说 你设计出来的晶片是OK的 后面等着准备要量产 所以今天tap out之后 客户会把市场出来的晶片 就拿回去测 我就跑XP 那没有问题 后面就照进度走 那因为它是X86的架构 那根据我的了解 大陆以前什么飞腾 龙芯 那尤其是飞腾 就来找世芯做 处理器的设计跟代工 所以那时候做的是 按摩架构 ARM架构的处理器 来取代所谓的X86 但事实上 安摩架构 比如说在跑所谓的桌上型电脑的时候 你要想说今天你一个桌上型的系统 桌上型的电脑 它在办公事务上 它可能要外接什么印表机 什么一堆周边的产品 光说印表机好了 当初在设计的过程 都是用X86架构做设计的 所以今天X86处理器 X86的系统 配合Windows的作业软体 然后去支援周边的这些商品 它本来就是最没有相同性的问题 但是当你换上 安摩架构的处理器的时候 就很多东西 据我了解是常常都 比如说抓都抓不到 那处理性能也不好 因为X86其实发展了二三十年 它仍然是最强最成熟的 所以精英科X86的处理器 在同样规格之下 它远胜于安摩架构的处理器 未来大陆曾经想要 安摩架构的去美化 但是看起来这是失败的 全部都会跑回X86 这就是精英科重大的市场 这一颗TAP OUT 池奶这个阶段的最大利多 因为找到大陆那边的客户 测试没有问题 后面等着要负账 那进入P2的权利金 金额会多 营收就会往上跳 这也是这笔钱进来的 后面要干嘛 要开光照 准备要下order 要定明年的头片量 封测基板这边都要下定 所有的动作就准备要 为了明年量产而做准备 那这个量是非常大 五年预计要换 接近两亿台的行政电脑 两亿台是多大 一年两千万我们不敢想 一年只要两百万 两百万台 毛利率超过六成 股价就是EPS就好几十块钱 而且明天有三大产品线 一个行政电脑 我文章中有写 前两天电视都有讲 POS系统 还有台大电的订单 也是工业用的 估计这三大产品线 目前大概抓都有超过十几亿 我说今年的营收 持平一点八亿 乐观一点十亿 因为今年都全力进收入 从不了太高 明年三四十亿几条 成长300% EPS我说保守一点30 乐观一点60 它Range非常的大 为什么那么大 因为毛利率太高 所以当你出货量 冲得更高的时候 EPS跳得非常的快 所以目前所看的 三大产品线的基础量 EPS应该30块跑不掉 但我后面量产的顺 量产进度有提早的话 60块都不是问题 其他订单我们就不算 所以这爆发力非常大 所以我说在这边 其实本来该喷 因为tap out的力度 已经见在弦上了 就却压回 所以股价该喷却压回 那此时不买 我说你会后悔 你会后悔 昨天不买的已经很可惜了 这边400块以下 我认为其实都是买点 能看到400块以下 是真的因为大盘太过弱势 如果今天大盘是好好的 维持在17000多点的话 我想那今天搞不好 早就已经不止500块钱 所以你说明年 营收要成长超过300% 获利要跳不晓得几倍去的 maybe成长10倍都有可能 它仍然是我看好的台股 未来一年的最强标股 所以我们就等着看未来的创新高的大行 前一天持续布局的类比IC中压股 其实就是我们老朋友通家 盘中本来非常强势 10点左右最高来到129 快要亮灯涨停差5毛 涨9.3%又创本波新高 只是说大盘真的后面杀得太凶了 所以很可惜 没有到亮灯 结果尾盘就被压下来 最后中场变成反跌2块钱收116 但这是盘式的因素 今天你是盘跌450电 如果说你今天是只有跌150电 我看今天大概至少涨5%以上 因为在12点之前股价都还有涨5%以上 非常的强势 而且可以逆势创下近期新高 大盘是天天破底 它是逆势创下近期的新高 这叫做真正的强势股 因为我们的经验其实后面只要盘 那个转折又出现 稳下来 市场又开始在寻找好标的的时候 蹦蹦蹦蹦蹦蹦 那个就上去 类别IC重要 因为我说美国的类别IC大厂 会退出资讯类转车用 这个逻辑很简单 因为晶元代工产能也不够 那些IDM的大厂 自己晶元代工产能也不够 要找你台积电做代工 你产能也不够 资源有限 那怎么办 那就找单价最高 市场最好的 毛利最高的产品做 电容车未来这几年是一路的翻上去 还有好几倍的市场要成长 车用的定单一次下8年10年 给你的都是大单 一个车款maybe可以卖5年 所以它不怕囤很多货 可以拉很久的货 而且销售量是每年都在成长 后面的市场越来越大 所以大厂转车用 这是必然的趋势 就跟2018年的日常 被动物件都转车用一样 所以美系的类别IC要转 MOSFET要转 ESD都转车用了 未来资讯类的 它说我不玩了 这是一个既定的内部政策 未来不是只有美国那一家 欧美的一堆 我认为全部都会这样子跟进 所以这个大趋势 所以台湾的厂商 以前是用一流的品质 卖三流的价格 因为大家都是迷信大厂 大厂现在跟客户说很抱歉 明年你货到我就不输了 旧产品一律都不输了 因为他们都要转车用去 所以请你自己找别人吧 所以未来台厂就变成 转单的最大受惠者 以前是一流品质 卖三流的价格 现在大厂不卖了 那你价格就会拉上来 市占也会拉上来 成为这个趋势的最大的受惠者 而且手机大厂已经不附充电器 所以白牌的充电市场大爆发 像我自己用Apple手机iPhone 现在不附充电头了 所以要自己去买 买快充的头 越买越大颗 越买越大颗 里面都要IC 市场大爆发 白牌市场本来就来找台厂 欧美系退出之后 台厂上机会大爆发是双重力多 所以订单持续转台厂 通家第二季先涨20% 七月再涨10% 九月份估计再涨10% 七月份目前获利是0.63 我看未来很快单月就会超过一块钱 所以这是一个既定的趋势 趋势时间拉长一定比短线的干扰强 所以大盘今天点成这样子 但是再去给逆势往上 其实这都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跟你讲的 欧美系大厂要逐步退出 这个是我蛮肯定的事情 那你可能还没有看到太多的报导 或者反而在谈 但陆续你会看得到 尤其当股价未来喷出去的时候 大家就会跟你讲 所以这些股票其实都耐得住正 而且有本事在未来 行情开始打底的时候 涨回去再重新高 因为我们坚持买的都是金平股 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最好的EPS 最好的成长性 最好的市占率 简单的讲他们趋势最好 数字最好 所以大盘太差 短期难免都受影响 大盘一好 他们蹦蹦蹦 怎么下来就怎么上去 我认为我的股票都有这个条件 所以你要以跌换跌 以落换墙 正这个时候持股好好调整一下 不出一个月 很快的就可以把最近 亏了钱通通转回 也欢迎大家来加入 真好是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STARMASTER 就可以找我的官方账号 加入之后 你就可以在11点多 每天早上11点多 看到我的写盘文章 对你会有帮助 有任何换股问题 知误问题也欢迎你发问 我来协助大家解决 新加入的朋友 只要留言正好是最棒 就可以得到 未来这个礼拜 我还有更新要布局的 全新的趋势标股 通家之后 还有新的标股要布局 所以欢迎加入LINE的官方账号 就可以得到最新一档标股 那等会儿我们再来夹股票 好 欢迎来到现场 因为今天大盘后面真的杀得很凶 所以从早上只跌几十点 到最后是收最低点跌450点 所以又造成了很多盘中强势的股票尾盘 又压下去 比如说预创早上一度涨到4.1% 43.15% 蛮可惜的被盘石又带下来 收跌1.75% 收在39.7% 那这就是我说的反复打底 反复打底 一红一黑一红一黑 但今天早上还过了短线的高点 打底慢慢往上 其实这个都是超跌股 因为粒基型记忆体的缺货 目前是没有改变的 不只望宏董事长吴敏球 包含什么群联的老板 或者低论厂商 其实不约同 都对于大摩看空记忆体的看法 非常的不能认同 所以有时候外资的那种两面手法 其实我们看很多 所以股价打下来 那大盘不好 大盘好之后 你就会看到他应该就会上去 因为市长作杀之后他必有强谈 预创缺货目前看起来就不变 一拳找盘也是逆势 回盘也是被盘势带下来 但是你会发现说 他们虽然说由红又被打到翻黑 但是对照大盘跌450.10 那个跌的都不算多 抗跌的态势都出来了 因为AMD最近一路创高 当然最近这两天也跟着美股做拉回 事实上就是强势 因为他是不断的侵蚀 Intel的供应链 下半年有新的处理器要出 相关的供应链 它就会 营收会跟着拉上来 所以供应链的旺季 目前表现会非常强劲 而且他有Apple跟AMD的双订单 那7月营收创新高 8 9 10月 看起来是非常乐观 这股价还是短线跌太快 反弹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我相信都看得到 所以说坦格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后面再做调整 那就差很多 那我们就会从原本大赚 可能变成小亏 再赚回去又赚钱 我们就可以做调整 那天翼今天相对弱 虚弹IC 尾盘到杀尾盘 然后天翼尾盘 最后一盘打到叠定板 那数字非常突出 但投赚持股非常多 所以这个抽码比较重 所以你要他V转不容易 我认为就是一个反复打底 需要时间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有素质的好股票 所以我认为后面终究要反弹 所以欢迎大家 都来加入郑老师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鼠Starmaster 加入之后 有任何股票问题都可以发问 所有加入的新朋友留言郑老师最棒 都可以得到未来一个礼拜的最新一档标股 大家上次顺利 明天再见